台北车站一早就排起队伍 买的不是车票而是便当 有着被台铁耽误的便当店称号 台铁便当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小时候的味道很划算 为了买60元便当早点过来 对对对 搭队伍 我曾经买不到 到这边有时候都没有 我想要的就买不到 有点失望 有台铁金金姆称号的台铁便当 在2019年曾经创下一年 卖出一千万个便当的记录 虽然疫情影响 便当销量有跟着下降 但和台铁营连年亏损相比 台铁便当依然突破重围 看看今年一到五月 台铁便当就带来两亿六千万的收益 比去年同期成长百分之六十三 但扣掉成本包括设备折就摊提 以及场地租金计算 八十元便当才刚好摊平成本 更别说六十元便当 基本上卖一个赔一个 现在传出内部有意调整 便当售价或限量贩售便当 觉得涨了十块我能接受吧 涨太多应该 涨了最多涨十块钱 它还差不多 涨了二十块就比较贵一点 OK吧 现在什么东西都贵 没有便宜的 对此台铁则回应 六十元便当并没有赔本 只是利润不高 目前也没有涨价计划 不止便当便宜 台铁票价也已经动涨二十八年 今年五月交通部就收到 台铁计划以报酬率百分之一的方式 调整售价 交通部长王国贼则倾向 得等到台铁公司化后 再讨论售价调整 专家也认为 丢掉供应单位的包袱 台铁公司化后 比较能有调整价格的空间 加上公司化后 人事薪水的调升 恐怕连台铁都躲不过 涨价命运 华市新闻 方案亭谢君仲 台北报导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 就要锁定华市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市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